美容减肥永远是女生最感兴趣的话题 最近网络上又在转传 喝柠檬水的神效 说是可以美白、排毒、减肥、清肠等等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 光喝柠檬水就这么厉害吗? 来让医女跟大家较真一下 嗨,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杜晨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短袖短裤、洋装又要出场了 每到季节变热的时候 女生们就会纷纷上网搜寻美白、减肥等神奇的速成大法 可以让自己变漂亮,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但是网络上最近在转传的 喝柠檬水就可以达到美容、排毒、减肥、清肠等功效 真的这么简单吗? 会不会把柠檬水跟维生素C捧得太高了? 爱美的女生们,喝柠檬水是很好的 除了维生素C以外 柠檬还含有维生素B群、钙、铭、磷、钾、铁等矿物质呢? 其实对于皮肤的保养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想要靠柠檬水来减肥的女生们 以下三点要注意了 第一点呢,柠檬水就是柠檬水 请不要擅自添加蜂蜜变成甜柠檬水 由于现代人普遍爱喝含糖饮料 不爱喝白开水 如果你相信柠檬水这个小偏方 起码可以阻止你少喝几杯含糖饮料 而用柠檬水来取代 毕竟多喝柠檬水呢 可以降低热量的摄取 促进新陈代谢 对于控制体重一定有帮助 但是呢,很多人怕酸 在柠檬水里面呢 又加入蜂蜜跟糖啊 去中和柠檬的酸味 肯定这样就不妙了 不仅减肥不成 反而会喝尽更多的热量 所以你真的要喝柠檬水来排毒和减肥 请不要乱加糖和蜂蜜 第二点呢 就是柠檬水不是多多益善 柠檬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及多种矿物质 是美容效果很好的水果 但是柠檬好归好 也不能过量摄取 摄取过多呢 对身体是造成负担的 尤其是柠檬很酸 很容易刺激牙齿的法郎值 而平常有胃酸溺流的朋友呢 也不能喝太多的柠檬水 第三点呢 是柠檬美白不成 反而会伤害皮肤哦 柠檬呢 是一种有感光成分的水果 皮肤如果沾到柠檬汁 一定要记得洗干净 因为如果柠檬汁不洗干净呢 就在阳光下曝晒 会引起光敏感性的皮肤炎 不只会红氧起泡 甚至呢残留过久的 会造成你的皮肤生成黑斑 因此呢 制作柠檬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哦 冲洗皮肤上沾到的柠檬汁 免得美白不成呢 反晒黑 想要用柠檬水来减肥 美白排毒清肠 怎么样喝最好呢 医女建议哦 整颗柠檬洗干净哦 不要去皮哦 对半切 然后用手呢将柠檬挤出枝来 加在1000cc的温水或冷水里 然后再将整颗柠檬丢进水瓶里 柠檬酸甜皮带苦哦 这样就可以拥有柠檬全部的养分哦 那至于除了柠檬以外 还有什么水果富含维他命C 也可以帮助美白跟美容的呢 其实呢很多水果的维生素C含量还高于柠檬业 有哪些 像是巴勒 奇异果 柠丁都是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所以如果你相信柠檬维生素C的神话呢 不妨也加入其他这些水果 换换口味也是很好的 对吧 感谢美国许事深夜集团冠名播出 你才可以听到这么棒的健康资讯 欢迎Google医女爱保养的YouTube和Podcast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哦